你有没有突然昏倒过的经历呢? 据说昏迷是人类身上 发生的最糟糕事件之一 因为你会彻底失去意识 怎么呼唤都不会有反应 而且昏迷状态可以持续数天至数周 有时甚至可以昏迷好几年 然而从重度瘫痪 逆袭成奥运冠军 到因祸得福的语言能力者 再到一觉醒来 已是20年后的睡美人 有一些人在昏迷数年后 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活成了人人称奇的样子 你好 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轰动全球的 昏迷苏醒后酷出的真相 如果你陷入了半昏迷 那你会用什么方法 让自己清醒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1994年 Victoria Arlen 作为三胞胎的老大 兼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 她的父母都是专业的运动员 所以Victoria 多少有点运动基因在身上 她从小就很喜欢游泳和跳舞 不仅如此 Victoria从小就加入了游泳校队 接受各种专业的训练 甚至还代表学校去参加过比赛 原本Victoria 和普通同龄的孩子一样 过着简单又快乐的生活 但她11岁那年 一场疾病让她的生活 有了戏剧性的改变 2005年的某一天 11岁的Victoria 突然感觉到后背肌一侧 剧烈的疼痛 痛得她根本站不起来 她的父母立即把她送到了医院 原本医生的判定是蓝胃炎 并为其执行了手术 但奇怪的是 Victoria 的病情在手术后 并没有减轻 在接下来几周内 她的状况越来越差 她身体的各个部位 开始一个个瘫痪 后来她甚至失去了吞咽的能力 无法说话 无法吃饭 最后她直接陷入了昏迷状态 在医生们不断努力之下 他们终于找到了 Victoria昏迷的原因 原来Victoria患上了罕见的 横贯性脊髓炎 以及脊性散破性脊髓炎 这种疾病会攻击脊髓 并导致不同程度的瘫痪 医生告知Victoria 的家人 这个病如果在发病后的 3到6个月内没有改善 Victoria康复的机会将非常渺茫 在外人看来 得了这个病的人 就像植物人一样 完全昏迷且没有任何知觉 但事实上 这个病比植物人还要折磨 根据Victoria后来的自述 她虽然失去了 身体的所有知觉 但她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她听得到周围的所有声音 但她却无法开口告诉他们 她至少是半清醒的 她后来才意识到 她以为自己大声说出来的话 只不过是她脑海中的幻影罢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Victoria的家人 将近4年的精心照顾下 2009年1月 Victoria突然睁开了双眼 并和她的母亲做了眼神交流 喜极而泣的母亲 要求Victoria找两下眼睛回应她 而Victoria做到了 Victoria的父母 后来请来了语言治疗师 以及各种各样的医生 和专家来帮助Victoria复原 而Victoria为了康复 也很努力 一开始她只能动漏小手指 到后来她慢慢能开始说话 不过那个时候 她只是恢复了 上半身的知觉而已 腰部以下的部位 依旧不听自己的使唤 即便如此 甚至凭着自己的努力 把落下的学业补上 连跳四级 顺利和同龄的两个弟弟一起毕业 大家还记得 一开始IU提到 Victoria很喜欢游泳 甚至是游泳校队这件事吗? 即便苏醒后的Victoria 都只能靠轮椅逮捕 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她的家人也给予她最大的鼓励 还专门为她聘请了一个残疾游泳教练 于是在2012年伦敦残奥会上 Victoria代表美国游泳队 赢下了三枚银牌和一面金牌 甚至在100米自由泳项目中 打破了世界纪录 后来Victoria在21岁的时候 成为了美国著名体育节目 ESPN的主持人和记者 而且在她坚持不懈地进行复健后 她已经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 独自前行 凭着信念和不断地努力 Victoria扭转了她的生活 很多人也被她的故事鼓舞 2009年4月 三岁的Layla Tauzzi 腿上开始出现皮疹 而且还开始发高烧 她的母亲Catty Tauzzi 觉得很不对劲 于是就将她送去了 罗姆福德的一家医院 起初医生认为这只是普通的肺子 但由于Layla身上的皮疹很黑 而且她已经烧到 有些神志不清了 所以Layla的妈妈Catty 还是坚持要做更多的检查 然后Catty就被告知Layla 大概率患上了脑膜炎 更雪上加霜的是 Layla送到医院不到两个小时 就心脏病发作 甚至有一症停止了呼吸 后来Layla被转到更大的医院 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她的生命 在Layla被送上转眼救护车之前 Catty以及他们一家人 就被通知要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医护人员还叫家人和Layla来个吻别 这个场景光想想就很私心裂肺 Layla最后被诊断出患有B型脑膜炎 和脑膜炎求倦性败血症 而在接下来的五天里 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在重症监护士和死神搏斗 Catty表示自己一直在做最坏的打算 因为她知道Layla现在只是靠呼吸机活着 但是五天后 Catty听到Layla正在哼阿爸的《妈妈咪啊》 那是Layla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几天后 Layla就可以不用靠呼吸机来呼吸了 身体也在慢慢恢复 除了腿上还留有一些疤痕以外 2013年 一个名叫Ben McMahon的澳洲男子 遇上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这让他在医院昏迷了一个星期 他恢复意识后 做了一件让人们特别惊讶的事 那就是这位澳洲男性 竟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Ben在清醒后 看到一位亚裔护士 想也没想就用中文和他交流 甚至跟他要了纸根笔 在上面很自然地用中文写下 我爱爸爸 我爱妈妈 我会痊愈的 事实上 Ben曾在高中时期 学过中文以及法文 甚至还去过中国做交换生 但那时他的中文 并没有苏醒后努力 当时Ben说的任何话 都是用中文表达的 英文对他来说 就像一门不曾学过的外语 导致他的父母 甚至考虑学习中文 以方便他们交流 幸运的是 Ben的英文能力 在苏醒两三天后 慢慢地恢复了 他和父母之间的交流 再也不会鸡同鸭讲了 这个天降的外语能力 让Ben因祸得福 他出院后 就在墨尔本 当中国旅行团的导游 甚至在澳洲当地电视台 主持中文节目 后来他甚至去了上海 攻读商学院硕士 不仅如此 他甚至参加了 中国的相亲节目 《非诚勿扰》 和一位在悉尼 做律师的女孩 牵手成功 如果你一觉醒来 发现世界 和你记忆中的不一样了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984年 Sarah Scanlon 刚参加完高中的毕业舞会 在回家的途中 却被一辆 醉酒驾驶的机车撞飞 Sarah的脑部和脊髓 都遭到了严重的嘴伤 医生建议 切除她一部分的大脑保命 不过切除的部分 涉及语言中枢 所以醒来后 可能会无法说话 Sarah父母认为 保住女儿性命 比较重要 所以就答应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 Sarah术后 一直没有要醒来的讥笑 对外界事物 也无法做出反应 一个活泼的少女 就这样变成了植物人 医生表示 Sarah的情况 比之前预想得更糟 她因车祸伤到的 远远不止大脑的 语言中枢部分 而且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她大脑的伤害 可能难以挽回 余生都只能是植物人了 Sarah的父母 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也不愿意放弃女儿的生命 所以他们将女儿 转到堪萨斯州的 一家护理中心 持续照顾 20年后 也就是2005年 奇迹发生了 Sarah的父母 接到护理中心的电话 告知他们 Sarah的眼睛睁开 并开始和他们说话了 因为沉睡了20年的关系 Sarah的记忆 还是停留在高中时候 对爸爸说话 还是用着撒娇的口吻 看到长大的弟弟 也完全认不出她是谁 当Sarah的同学 来拜访她时 她甚至下意识地询问 你放学了吗 Sarah刚清醒的时候 她只能说一些 简单的单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能说的词句 也越来越多 医生也从跟她的 对话中确认了 Sarah的记忆 确实就定格在 1984年 此外 Sarah刚清醒时 她身体的其他机能 都还没完全恢复 于是护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开始帮助Sarah 进行语言治疗 物理治疗 以及各种 大大小小的治疗 虽然Sarah 最后并无法恢复到 以前的状态 但她已经能 正常跟人沟通 也能开始到外面看看 这个已经变得 不一样的世界 虽然周围的事物 都有飞跃的成长 但Sarah 还是有很多爱她的亲友 陪在身旁 不过2016年5月20日 Sarah Scanlon 去世了 享年50岁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 Tracy Morgan 在2014年 经历了一场 严重的车祸 当时她与 无名友人 搭乘的豪华巴士 在新泽西州 与多部车辆相撞 导致她的一名 老朋友死亡 而她不仅身体 与脑部受创 甚至还昏迷了 两个星期 后来她在一年后 接受访问时表示 自己在车祸发生后 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她还见到了 自己已故的父亲 Jimmy Morgan Tracy表示 她的父亲告诉她 她必须回到 她女儿和妻子的身边 不仅如此 Tracy还说 自己在昏迷的那几天中 见到了上帝 上帝对她说 属于她的那块地方 还没预备好 她还有事 要Tracy去做 Tracy从鬼门关 走一遭回来后 很多人都担心她 再也无法过 同样的生活 但幸运的是 她后来又重拾表演工作 并且回到综艺节目 Saturday Night Life 担任主持人 翻天覆地的改变 1988年 一位名叫 Yan Rebatsky的 波兰铁路工人 被火车撞后 就陷入了昏迷 一开始 Yan被诊断出 患有癌症 医生表示 她只剩下 两到三年了 但没想到 她这一昏迷 就昏迷了19年 19年来 Yan就像一个植物人一样 从未动过 也没说过一句话 她的妻子 Gertruda 一直相信 她有一天会康复 所以她会带着她 去参加家庭活动 而且一直和她正常交谈 她从未对她的康复 失去希望 不过世界已经变成一个 她不认识的样子了 波兰在Yan现任昏迷前 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食物是国家配给的 人们得排队 等候加油 商店除了茶叶和醋以外 什么都没有 但当Yan醒来后 波兰社会已经经历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看到了民主和自由的经济市场 她对大街上的行人 手持移动电话 说个不停 感到很新奇 并且表示 现在商店中 商品种类反多 让她有点眼花缭乱 不过世界也因此变得更美丽了 不仅如此 Yan在车祸前 只是四个孩子的爸 但她在19年后醒来时 她已经拥有 11个孙子孙女了 此外 Yan还表示 在昏迷期间 妻子对她的唠叨 生气 以及说的笑话 还有孩子和她分享的 笑缘点滴 她都非常清楚 奈何身体不能动 嘴巴也无法说话 让她相当着急 如果你陷入了半昏迷 那你会用什么方法 让自己清醒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